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們今天和大家來分享一下 在Burghulam Low Heat的一個 都算是大型屋苑的 有三座樓的 2020年起好 我們分享一個新放盤單位 二十多樓 屋苑很有趣 我做過不少買賣 不過好像沒什麼機會和大家實地去分享 我們借這個機會順便看看風景 和和大家介紹一下這邊的地形 其實經常說Burghulam Low Heat 到底它是屬於Coccurum 還是Burnaby 我們首先要看這個North Road North Road的西邊就是Burnaby North Road的東邊就是Coccurum 所以我們其實這裡屬於Coccurum West 這條North Road也是貫通了Burghulam上面 和Low Heat下面的一條主幹道 大家主要是這條North Road 和上面的Skytrain作為活動的重心 所以會看到很多的發展都圍著這邊 下面有幾座高樓的位置就是Low Heat 旁邊有個像帳篷頂一樣的 其實就是Low Heat的Skytrain站 附近有舊很多的雙圈吃東西 我們這裡下去的話 駕駛5分鐘 坐Skytrain5分鐘 走路可能也是十多分鐘 它一直是下面的斜坡慢慢上來 是向上斜的 一路上到我們這個位置 就是Low Heat Heights的三個屋苑 也是整個地區 可以說是最早落成的屋苑之一 大家看到附近大部分 舊樓一座二座 我們不說了 那些新的屋苑 例如下面的City of Low Heat 都是近兩年落成的 但這個2020年已經好 當時是第一個藍籌屋苑這邊 再往北邊 後面這條軌道 一路上到轉小小彎 就是Burkwilum的站 由我們這邊走過去 大約是8分鐘左右的Walking Distance 那裡是極密集的高樓 都是新樓 我其實不記得名字 但起碼是很近Skytrain 直接貼到貼一貼那裡 其實是Presidian和High Point 這個中間是什麼都不記得了 那裡密度很高 前面還有新樓建 那裡是Bang Bang建得很快 前陣子還在滑 我們這邊正西面 就是我們另外屋苑的兩座 我們這邊是525Foster 是最入的一座 所以如果大家說密度和安靜程度 這一座是最好的 也不會那麼容易前後看到樓 這個就是657Wighting 652Wighting 652Wighting 就是最近Skytrain 即是最近Off Road 這裡上去的Skytrain 就是再有些樓 所以密度來說 來到我們這裡 都是很方便 很近地鐵站 商場 但商店來說會靜一點 而且景觀也會比較保值 我們這個單位 其實是向西和南的Corner Unit 兩房兩次756呎 掛牌價69萬9 不過這個價錢是低開的 預計70-80萬都不用就買到 756呎兩房兩次雙車位 都算是現在 基本上說是筍盤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風景呢 最重溫的就是南邊 這些房子 配合很多樹林 以及遠遠的景觀 甚至是有瑕疵 Arizona River 現時這個景欄 受影響的機會是極低的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距離North Road 在三座樓的距離 我們的前方 全部是已經建好了比較新的Low Rise High Rise都是貼著North Road來建的 我們前面這一座的Low Rise Condo 和這些類似是Town House Stack Town House這樣的地區 旁邊都是 全部都是矮樓 所以我們這邊看出去 就很舒適的南邊景觀 西邊的話是會受少少影響的 因為剛剛說了 前面有兩個工地 這個就是Viu 之前有新聞出過事 就是它的湖土裙塌了 現在都修復了 又重新建了 剛剛我買過的很多Ban在後面 在這個Low Rise 後面有Mirriad 專注 全部都建了 這邊相對來說 密度舒適一點 遠方還是西南角可以看到Metro Town 我們現在就跟大家介紹完地理位置之後 就跟大家進去單位看看 單位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特點就是它有很大的Wrap Around露台 很多單位都有Wrap Around 我們這個Wrap Around的特色就是它非常之闊 基本上是有幾個身位 這些Wrap Around就不只有一個行字 是大家可以放梳化 桌子 不同的小型家具在外面 去享受這個景觀 而且看看不同的天氣 例如向南邊 這邊很明顯暖一點 現在就是日頭 早上的時候 那邊陰涼一點 到晚一點的時候 西邊就會光亮一點 這邊陰涼一點 還有呢 除了客飯廳出入口之外 在主人房也有一個出入口 這個是2nd Back Room 出不來的 這個是主人房 主人房也有一個露台的門 可以出到這個露台的 我們現在就跟大家進去單位看一看 我們進來已經立即很安靜了 這個漬756呎 兩房兩次 完全沒有浪費位 門口這邊進來就是洗衣機乾衣機 以及一個很深的closet 待會出門口再跟大家看 有幾步路的距離 而且這個闊度也可以放到一些細鞋櫃 門口進來這邊已經是L shape的廚房 因為它是2020年 那時候好像現在這樣流行的新樓 全部連雪櫃都包了 所以反而是去幾年的建築 大家如果想住兩房又要帶雪櫃就可以選擇了 因為它可以放到這32吋的雙門雪櫃 下面還有一個大冰櫃 電器牌子是Kitchen A 然後爐頭焗爐都是Kitchen A 它這些都是當年是原裝的發展商 裝給大家的廚櫃來的 木紋的廚櫃面 都很厚實的 然後它的backslash都是做了相同的Style 好像一體成型一樣 檯面就是石英cote 就是中度的灰色 然後就L shape 所以這裡多了很多位置 有很多儲物空間 可以放到一些小焗爐 電飯煲 水煲等等 這邊上下全部都是很多儲物空間 這裡還有的是拉出來的櫃桶 其實做得都挺好的 不是說不斷打開 這塊板是什麼 這塊板 是膠 防水 防水的 是膠板 它這一塊是膠板 雖然大家都是木紋 不是木 所以大家不用怕水和油淺上去 就會有很多傷害 我現在看上去基本上 好像原裝一樣沒有傷害 好 這邊有些儲物空間 這裡全部都是一些櫃 上面 都是大面積的儲物空間 這裡 業主住在所以比較多一點點東西 洗碗碟機就是這一邊 牌子應該都是Kitchen A 現在業主就放了一個四人桌 你坐六個人 大一點也OK 這邊還有一個闊度 同常去到這裡 這邊已經還有一個置物架在這裡 客廳就很闊落 基本上如果是一個七百多呎的兩房來講 客廳絕對是抵贊 而且是一個特色 很多時候同類的Layout Kerry跟大家看過很多次 怎樣去看客廳闊不闊 除了目測之外 其實數玻璃也是一個方法 很多次同類職的客廳去不到這麼大 可能牌子就去到這裡 只有三片Glass 甚至Glass都沒有那麼闊 這裡其實大家數一數就知道 由這邊開始一大片 上面開窗下面開不了 然後Sliding Door兩片Glass 還有這邊還有第三片Full Size Glass 所以其實客廳向南很光猛 而且闊度很大 你看到沙發放了一個可以Slide Down的Armrest的沙發 之餘前面還有那麼多Walking Distance 就知道它的闊度很舒適的 好 看完廚房客飯廳 這條走廊入到這個小型的正方位 已經可以去到主人房客房和洗手間了 所以說這個織超級實用 我們去到主人房看看 進來主人房之後 就立即看到床的話 這張是Queen Size 然後有兩個床頭位的空間 就是床頭櫃的空間 這個就是Standard Size 那邊比較闊 除此之外 剛剛說了 這個房間有個Sliding Door 可以出到露台 同樣房間的闊度 都是比現在很多新樓闊的 一來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邊業主放了幾闊的Dresser 我也還有很舒適的空間可以走進來 然後這邊也是三片大Glass的空間 這個單位或者這幾座樓是沒有冷氣的 因為它始終是2020年那時候 Burkulam Low Heat 真的不太流行 每個單位要有冷氣 大家看到業主唯一是向西的這個房間 是裝了一個Portable 它這邊主人房的景觀 其實跟我們剛才的客廳很不同 它基本上是向西邊 看看你什麼角度 如果在床頭角度 看得比較多的就是Rodaby Lake 那邊西邊是Matchel Town 然後遠一點就是Ockridge 好像今天算是清 還看到在後面有一段時間 依稀若隱若現的山景 當然 如果你說從門口進來的角度 就會多看一些我們旁邊的兩座建築 看看你哪一個角度 其實也挺舒服的 很涼快 一開一槍之後 主人房的衣櫃就是這裏 雙門衣櫃 發展商園中 也留了一些Wack給你 它也有點心思 不是只有一條就算了 上下兩個Wack一邊 然後這裏就是中間一個Wack 上下你再可以放東西 然後主人房的洗手間 簡簡單單的 三部份 一個大的Shower 有一個可以拿下來的花灑 頭 然後這個鏡櫃 很有趣的 是左右的 一邊是Open 座翅Sink 很厚的一塊Quartz 然後有一格的櫃桶放東西 下面還有一個Open 的Showering Unit 我們看完主人房後 跟大家看看Second Bedroom Second Bedroom是對面 洗手間就是這個 稍後出來跟大家看看 Second Bedroom的特色 就是它的尺寸 也很大尺寸 但大家可能觀感上會覺得很大 因為業主放了很多東西 門口一進來 它已經有一個櫃頂了在門 但是關上的 剛剛好想到 這邊也有一個很闊的櫃 所以這條走廊是窄了 現在是一個單人床 但其實大家看看闊度 放雙人床是沒問題的 也是一個角落的單位 所以這一間房是有西邊的景觀 也有南邊的景觀 而現在大家看到它前面的闊度 也可以放到桌子 再放Dresser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雙門衣櫃 一樣裡面也有Rack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在這間房間 是安裝了燈給大家的 大家不用再後期拉燈 除了Second Bedroom 剛剛主人房也有安裝了燈 走出來左邊 已經是洗手間 剛剛主人房的洗手間是Shower 這個就是Tub加Shower 然後其他基本上一樣 沒有了鏡櫃 有一盞燈 然後處女空間 就自己再置置置物架 整個單位就看完了 我們走過去門口 就會看到這個空間 足夠大家放到鞋櫃 一個坐椅 因為其實它偷了一些位置 這裡放了一點點 然後這邊 雙開門之後 就是一個很深的closet 是給一般深的 洗衣機乾衣機是大大大 Electrolux是那個牌子 這邊的衣櫃是進去的 我們很多時候看門口進來的衣櫃 衣服是出到這邊的 其實它是推進去的 所以這邊你還可以放東西 包括洗衣機後面還有些空間 好了 車位其實就是這兩個 Side by Side 完全是自己有個柱隔著 感覺很有安全感 而且234再比235大一點 所以一個是大一點 一個是正常Size 它也是非常近門口的 前面藍色處的位置 就是電梯下來 走過來的距離 所以其實很近的 Side by Side的 parking之餘 最方便的就是 旁邊這一間房 就是他們的Locker Room 不過我今天這個Fop進不去 所以我們無法和大家去看 可以進去的 還有最方便的就是Locker在旁邊 而且是一門口就到了 接著是比正常大的 這些45、43、44 這些是正常Size的Locker 我們業主的這個 是特別大一點的 也拿東西很方便 因為你沒有東西頂住 你前面這些 你可能要就住後面 我們這裡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如果你有時 有些大型物品想放在這裡 都可以的 當然Locker這些 永遠因為你看到旁邊的屋子有什麼 大家就不要放一些私人物品 太貴重的東西在裡面 這裡就是525 Foster 裡面是Lobby Fop完走出來 就是這條叫Foster這條街 他們的管理公司也有做了一些圓藝 這些是Garden Flats 或者Town House的單位 這條街的優點 我覺得走過很多不同的街 就是它是比較Developed 大家搬進來住 基本上這邊已經所有的東西都做好了 旁邊的屋苑即是矮樓都已經做得漂亮 就不會像我們剛才看到後面 有很多upcoming construction 比較混亂 我們現在就去過 應該這裡可以進去 其實三座屋苑之間 就不像香港那樣很流行 有什麼sky bridge 很多時候都是要由室外去走 好 讓我看看 這裡就已經是Gym了 很大 Gym 不知道這裡能不能進去 很漂亮 走完大概一分鐘才可以做Gym 這個Gym房在地面 有很多重力訓練 那邊也有些跑步機 看回自己的內圓花園 也看回外面的街景 有很多植物 很大 這裡轉了彎過來 這裡全部都是跑步機 這裡有很多啞鈴 很多鏡 很漂亮 Gym 好 照鏡 而且冷氣非常足 來到三樓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室外泳池 好像現在的天氣 泳池整個是曬著的 超級正 除了這個泳池之外 其實基本上都是泳池 還有一些外面的座空間 這些座空間 就是這些很漂亮的fireplace 放一些玻璃珠 晚上其實大家下來都很棒 這是真草還是假草 假草 這些是假草 然後就可以坐在這裡 然後這邊就有個BBQ area 挺好的 三個BBQ 好 如果大家不想在外面曬太陽 這邊也有一個很西式的Library Area 可以坐一下 有球場 對 所以我不是說要看這裡 然後呢 剛剛我們就在二樓的玻璃看下來 我應該要預約的 是嗎 又可以進去的 沒有人打球 哇 哇 自動開燈 我們現在是拍攝時間 是星期五的早上10點 是沒有人用球場的 還有它是一個Full Cord 對 對 很大 有Steam房 哇 很大 都很大的Steam房 可以融入很多人 是Steam 然後呢 旁邊有桑拿 看到它好像最大的桑拿 對 很大的 其實我們平時很少去拍Steam和桑拿 但是也沒有那麼大 對 對 這邊沒有那麼大 中間有Locker 這邊類似那邊藍廁 兩個門進來 因為我們現在有趕著 下一個Appointment 所以呢 今天的Lunch 沒有辦法和大家在桌上 點一大堆東西慢慢吃 我們今天買外賣 我們吃個沙律算了 哇 有沒有人 好像Random 還沒開玩 一個選餐 哇 其實都挺貴的 這個沙律也要12元 然後加上稅給了17元 一個沙律 對 沙律12元 加個牛肉4元 16元 加上水17元 哇 太冷了 怎麼這麼厲害 這個就是我車上的食物 剛剛好 你現在不咀兩口 OK OK 這些位置 我們Tesla 做了很多後期製作 譬如說 你不要說這些 不是的 我剛剛好可以說 因為立體枕筒 中間有一個很長的洞 好像我們吃外賣的時候 剛剛好可以插一些叉 然後可以插在那裡 好 好 大家有沒有興趣 有興趣 我和機器可以分享一集Tesla 有牛肉 牛4元 這些應該是沙律 這是芝士來的 還有蛋 這些蛋一定是沒有雞蛋 你看蛋黃的吃 然後牛油果 番茄 火水我不吃 菜 菜 你不吃嗎 我 不吃